今天来到大城堡 很想找到那个城堡究竟在哪里 第一件事先找位置拍 每次来大城堡 其中一个头痛之处就是找位置拍 因为这里实在太热闹了 这里有很多车 大家觉得这个人像什么人呢 像握饭吃的人 经常在这里给人 是不是 这边的人看到我很多人都问 你是否做室内设计 因为他们跟店铺见到我都可以 以为要做室内设计 我认识你当时 你现在认识了人 WhatsApp 有个照片 这个人很帅 什么人 有少少似最近看《全民造星》 那一類 我也想 我也想可以做到 原來不是的 原來你是香港人 香港人 來了很久了 來了五六年 五六年 全程太日做飲食人 我在香港每天吃早餐 一定是A或者B或者C 但一定加冬奶茶 初初來的很不習慣 找不到冬奶茶 接著慢慢接受到這裡的青冰 海南茶冰 這邊就 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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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很慘啊 回不了去 我一向來之後都打算不停回去 一個月兩個月都回一次 是啊 我們也是 當初我來一年最少都回四次 我頭三更厲害 其實我一搬過來 8月18日 第二個星期就回去了 坐飛機比坐地機多 但這年私鄉病 所以大家看到最近這份 周圍找香港東奶茶 周圍找香港物友 東奶茶 再加這個是 酸辣米線 酸辣米線 我就想起南忌 但這碗不像南忌 這碗叫做本地口味 我曾經說 在馬來西亞 你不要想著香港人就很厲害 香港食粉很厲害 那本地人的口味才是本地最厲害 對 對 那你做生意就是這樣 你這裡坐在一起 每天應該不會有一個兩個香港人 那你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馬來西亞人 那你也要遷就他們的口味 這個絕對是本地口味加上我們香港人的口味來 因為始終香港人是有些獨特口味帶進來的 那就少少不同 不同香港酸辣 亦都不同大陸酸辣 是本地的酸辣 再加香港的酸辣的感覺 那你覺得成不成功呢 成功 成功 即是本地人喜歡成功 如果不是我都不會在這條街開到店 這條街是貴租的 講開這條街 又愛又恨 是 等一下你帶我出去逛逛好嗎 好 由你地頭重 在這條街開檔 由我第一次來 那些朋友來喝東西 進來這裡 很有新鮮 第一次來 第一次來 應該有片 我就馬上回去跟我太太說 下次帶你去 那裡好像都在日本 五光十色 都不像我們平常見的集團 最大特色就是 一進街頭塞車 塞到街尾 剛才來到也是 第一次經過這間店 然後打算泊車 多多多多多多 多一個大圈 沒有啊 幸好對面啊 這粒 爆醬丸 爆醬丸 這個 都算是馬來西亞特產這裡 做爆醬丸真的好吃 馬來西亞 比起香港食堡的爆醬丸好很多 我之前 德哥你認識嗎 德哥你認識嗎 知道 朋友來的 不是朋友 但是我知道這個人 德哥又來十幾年 之前跟他講開魚蛋 他說現在 香港的魚販都在馬來西亞拿魚過去 香港不夠魚 唉 香港什麼都不夠 香港所有東西都入口 是嗎 是啊 所以他德哥魚蛋 他說他用回香港的手法 來做這裡的材料 做一些漂亮的魚蛋 的確 你說對了 我在這邊會光顧的魚蛋粉 就是德哥 今天不是推介了 現在是推介德哥 是啊 今天是推介德哥 很厲害啊 現在是想買電視的 他真的做到有香港風味的魚蛋粉 你那碗是什麼 這個 顏色不同 泥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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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 現在已經突寫了 現在拍了 吃了一半 每一次 很累 不知想吃什麼 都是泥汁 開胃 醒神 DJ太太喜歡 他喜歡吃泥汁 我就 一般 但不知道為什麼女性 特別喜歡泥汁 他有一點鹹香 加上一點點辣味 泥汁本身發酵 有一點點酸味 又開胃一點點辣 又有香 我覺得是女士特別喜歡的 而且 這個又是 又 鹹豬辣麵 我覺得 我最初五六年前開的時候 他們不接受 他們這個懷人很怕 肥豬肉啊 不健康 好肥 真的全部夾開了 五六年前沒有人吃肥豬肉嗎 我不肯吃 但我來一年多 這年多 開始才會接受 最初那個 我給這些豬辣麵 老實說 這些五花豬辣麵 是貴的 但他們最初的夾開 是嗎 後來 我當初那一兩間 全部都不肯吃 節省一點 但是 這年多 尤其是這間店 我一開 我不相信 因為真的特別好吃 咸豬辣麵 我還要醃咸 來煮好香 開始得了 看到每個人都吃光了 市場都在變 很明顯 對 人們一直變 有時候很受影響 有時候 例如看行業 早幾年說 吃炸雞 走街都炸雞 喝啤酒 現在又沒有人 但不肯 就靜一點 看出什麼劇 吃什麼 他們 就是 這邊的市場變得很快 對 還有這杯是什麼 這杯是 凍檸茶禮品 就是凍檸檳 都是凍檸檳 對 不過 我是用青檸這邊 凍青檸 對 就是沒有黃檸檬 對 黃檸檬的味道沒有什麼特色 在這裡如果我用青檸的味道 好像比較受歡迎 對 順帶香港同事看到 告訴他們 這邊很受歡迎 香港同事說 不受歡迎 但這邊也不受歡迎 這個叫米飯人家 是嗎 是的 中間有個香港兩個條 香港其實 我其中一個伙計 硬要我加上去 硬加上去 我其實不是很想貼香港 亞洲式 什麼都可以吃一下 嗯 根絲純酒 可叫一下 老闆你香港人來的嘛 香港這個兩個字值錢 貼個字上去 哦 好了 那 那 朋友在這裡了 東西吃完了 那 其實呢 我很有興趣這一區 這一區叫大城堡 是嗎 第一個問題我想問你 那個城堡在哪裡 你知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他馬拉文譯音去 斯里巴達里 他另一個名字叫什麼 巴達嶺 斯里巴達嶺 中文譯了 那 真是華文 他們譯就叫大城堡區 是 即是跟城堡沒有關的 應該沒有 有些觀眾如果真是 馬來西亞很久的 告訴我們 知道的 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 我都知道可以 剛才我一邊開車來 究竟城堡在哪裡 是不是以前這裡是一個城堡來的呢 即是很流行的 這些名字這樣出來 這裡最有名的就是 我們的客戶 我店鋪對面 就有個街市 是 就叫大城堡巴沙 不如這樣啦 不如這樣啦 整天拍我自己好厭的 你這裡主角我開機 就這樣決定 你帶我走一下 看看這裡有什麼特色的東西 好嗎 即是除了來這個米飯人家之外 好啦 今天我們的主持就是 Teddy Teddy 好 在香港來了幾年的 其中一個都是他們的餐廳 米飯人家 是的 今天主要不是介紹米飯人家 米飯人家 可以來吃的 但是 好 主要介紹大城堡 好 大城堡其實 這條就是大城堡主要大街 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標 大城堡 大城堡 其實下面那一層是街市 每早上都有開 很多東西賣 巴沙一般都很多 小販檔很多東西吃 如果早上賣菜 吃早餐 都可以來這裡 即是早上開 但現在下午就沒有了 下午就關掉了 是的 你便是進入泊坑泊好車 走進去就是 挺舒服的 方便過很多露天街的街市 不錯的 幸好你有一個停車場在你對面的 是的 這條街是黃的 這條就主要是Ming Street 那去Ming Street的地方 其實這些店舖 你都挺難租到一間 所以店舖很貴 很貴 很貴 可以透露一點嗎 如果說今年租的 那應該都要萬三起步的了 但你介紹一下 主要大街有些什麼是真的好吃的 那先介紹一下 旁邊的肉乾大王 你不是先介紹自己一間嗎 那都可以介紹一下 The Wise 哈哈哈哈 那肉乾大王它其實不錯的 都是一個傳統大牌子 它總店在宜保的 那它宜保出肉乾 出到來KL真的出名的了 那買手信一流 那接著應該要吃一下的呢 這個叫Super Line面 那它都真的不錯的 它的廚師主廚都是在日本浸過鹹水 很好 而且口味比較獨特 它有些不是那麼傳統的日本口味 但今天休息 那接著今天又是休息了 新風肉骨茶 那這個真的是我的地膽來的了 我差不多每個月 應該說我所有朋友來 吃肉骨茶我一定帶它來這間的 乾淨舒服 好吃 又冷氣 而且它很出名的 是不是新風肉骨茶 它本來是老鋪 就是以前很多明星光顧的 在Time Square那邊的 其實這條街晚上都很漂亮的 就是那些招牌都穿著 這條街晚上真的都很旺的 因為說真的 在吉隆坡很少街是這麼多人走 這條街真的 日夜都很多人走的街 有條行人路可以走來走去 是的 我昨天才出條片 給吉隆坡有個袋子 有個袋子 就是沒有行人的城市 哈哈哈哈哈哈 都是的 都是對的 這兩個是什麼來的 垃圾站 這麼巨型的 進了地下三米 這個就是他們的積金局 哦 最近就是說 給人拿一些 每人可以拿一萬元出來 積金工積金出來 做過難關 對面那裡好像吸引一點 四季皇 對面那個就是按摩的 按摩的 中式按摩 有東西吃過 我看到那個卡 火 小龍卡 他很多中式餐廳 最近都是開的 那如果你想吃什麼麻辣摩 那些 這幾條街都會有的 這條街又好像比較特別 大城堡區好玩在就是 去橫街呢 就很多小舖的 那些小舖 就是各式各樣了 有夾公仔機啊 烤肉店啊 就是那些新潮東西在這裡 所以很多年輕人喜歡來 好像我這樣 哈哈哈哈 你都喜歡來 對 我們這些廢青 哈哈哈哈 沒有東西做就是找東西玩 找東西吃的 很旺的 其實晚上多人來的 這家 只要29.9 是啊 任不吃的 這些是不是 是啊 這家我們那裡有 明古的海麵 是啊 都OK的 我常常來吃的 在Pacific有 好吃的 這家 還有這些小的 中國超市 比較精品一點的 中國超市 所以黎成堡是可以逛街的 都是吃東西多的 吃東西為主 當然華人地區是吃東西為主的 大城碌碌也是很出名的 哈哈哈哈 都是出名的 其實出名的東西很多 哇 白胡子 哈哈哈哈 哈哈 還有大城堡很有趣就是 很多這些很新很漂亮的店 都有一些很漂亮的店 在這裡給你打卡 這裡對面搞什麼 其實很多區都會有的 他們叫白山馬拉 就是夜市 這個就逢星期二 這邊簡單點叫拜二 逢拜二晚上有的 一般都是賣小食 一些簡單的生活辱銀 拖鞋 波褲那些 但是這個夜市挺好的 它在一個大範圍 即不是在馬路邊 是啊 是啊 它比較安全舒服一點 還有又是那句 剛才那個搭配 你可以拍好車走下來 五分鐘就可以了 走到中途累 可以喝杯奶茶 是的 奶茶咖啡酒吧都有 是啊 周圍都是 這個都很歷史悠久的咖啡店 它的蛋糕很棒的 是嗎 蛋糕很棒 又弄得很漂亮的 天仔咖啡店 這個都 我都捧場的 我和我太太都經常捧場的 它的蛋糕不錯 好漂亮 當時哪裏 當時哪裏 這裏真是年輕人區 你會見到很多年輕人 一堆聚集的 這裏正式大城堡奶茶街 其實剛才轉彎都還有什麼 什麼金剛 魚黑堂都在轉彎位 這裏就開始大牌子 幸福堂 黑瓶 那些 六個行 六個行 在這裏手刮很硬 都真的不是開玩笑 疫情影響不是很大 這裏珍珠奶茶都不便宜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比香港貴 都貴了 因為這裏的舖租 比香港便宜 但是奶茶 比香港便宜 正規的 不是搞震 正規的 OK的 我都有幫襯的 OK的 那你都不會曬太陽按摩 但是不貴的 OK的 它還有歡樂時光 好像早上11點到下午3點半 這些 按下腳 真的不錯 60分鐘 90分鐘 88元 OK的 所以 四手緩春 厲害 所以 某程度上 我覺得 在馬來西亞 生活消費 其實不會貴 在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現在很厲害 對 成本上得很厲害 我也有些 中國朋友 過來這裏住 他們都覺得這裏便宜 對比大城市便宜 對面那些二樓韓式燒烤 很紅 其實它都沒有賣廣告 那些是打卡位 你走過去看到有個洞 有幾個樹 那樣 這些都很旺 這些是 黃色燒烤這邊是少一點 不是 跟我們家那邊 其實 我們那邊很多 是 你那邊是多的 不過真的 疫情也有些是影響大 捱不住 都真的有的 真的 因為有些生意是做不到疫情客 是啊 還有會有一類的客人 例如一家大小出不來 那你做開家庭生意 很大影響 例如你吃中式晚餐 那些晚飯 叫幾個菜 你沒理由兩個人 這個近期紅 你選 這都是中國的 八王 都是的 這條街很多這些 美甲 美容 做Facial 小朋友學糖 台灣也很多 這個去2Facial 做一人火鍋 台灣的店都多 這個區 他們早年是先興台灣 興完台灣 接著近幾年開始興中國 中國人多了 是啊 好啦 天陰陰 是不是又準備下雨呢 是啊 年尾這個季節 是永遠下午開始 會陰天下雨的 這個是特色 馬來西亞特色 要快點回去拿車走人 哈哈 那今天呢 多謝我們的佛約主持 好 多謝各位 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大城堡的區 又解決了我一半的疑問 究竟我城堡在哪裡呢 哈哈 不知道對不對 但他也是來幾年 是啊 所以這個答案最好是 你告訴我 是啊 告訴我們知道 究竟這裡是不是有個城堡呢 如果有呢 我們下次要發掘一下 這個城堡的古蹟 好 謝謝 好 拜拜 剛剛好 剛剛好 差不多拍完片了 哎呀 天又好像又準備來了 又準備有一場大雨 幫我們洗車 洗車洗樓洗完街